这次所谓的风波对肖战的影响,肉眼可见的是,基本可以不存在。 吃瓜了四天,虽然没有实时更新内容,但绝对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都能看到肖战的最新情况。 肖战的粉丝不同于其他粉圈,和品牌建立起的情感已经超越了普通合作的商家情感建立。 开小灶已经成了所有商务的大解大的存在,游走在肖战新增的商务中,相及了那个现在流行的热词社交牛逼阵,其他品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 肖战的代言,不仅在暗部就班地宣传着,就连他们想让局中提供场地代言的品牌,也想让粉丝倒戈去攻击。 不仅没有,品牌和粉丝们之间的互动没有受到一点影响,继续和品牌官微撒娇,官微还跳了肖战版的极乐净土, 来逗粉丝开心,每个商务在春节前都准备了红包皮,限量的互动,让肖战红包封面的话题登上了讨论的热点,对于演出,期待就完了。